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本週的星圖 我是主播 Osiris 我是沙律平好 這一次我們邀請到的選手 是大家在歐美大比賽上非常常看到的人類選手MASA 原本我們預計要邀請來跟台灣選手雷姆對戰的是Future 是一位美國人類選手 不過因為Future他有一點狀況 所以我們這邊臨時來邀請MASA 謝如如我剛剛提到的我們今天推出來的台灣選手是雷姆 那他不是就你所知雷姆他最近的一個狀況嗎 還行吧 就大家比賽看到那樣 沒錯 應該就一樣維持他的手感吧 對那MASA的話其實大家如果有常看他的比賽應該對這個人不陌生 MASA在大比賽上一個比較著名的就是 就是死神嗎 野兵贏 各種野兵贏 也不一定死神啊 主要是 他打的流程跟一般人類比較不一樣 他的流程上有他自己的想法 所以也不一定真的 野兵贏是因為 他有一次跟嘎傑打了一個翻戰 全部都在野兵贏 所以大家才會對他野兵贏特別有影響 不然其實是還好 嗯 就是他一整個翻戰全部都野兵贏 所以才會從那一次開始 大家才對他開始有說 這個人等於野兵贏的一個印象才會慢慢的跑出來這樣 好那雙方呢今天的一個對戰是打一個BO9 那BAN圖的規則的話呢 是由台灣選手這邊先BAN第一張圖 那之後再由邀請來的選手再BAN一張圖 之後台灣選手選擇第一張開賽的一個地圖 之後呢是敗者選圖 那總共是BO9 9戰5勝4 好那我們這邊雙方對戰的第一場比賽喔 就準備要開始 好雙方對戰的第一張地圖喔 是由雷蒙這邊所選擇的喔 地圖是衛城 在地圖右下方藍色的 蟲族選手是我們台灣的雷蒙 在地圖左上方紅色的人類選手 這是MASA 現在這年代什麼人類還會先逼贏在瓦斯的 大概就只有他了 先逼贏在瓦斯嗎 那其實 很少啊 雖然很少啊 打蟲族幾乎都是蘇瓦開的 因為你都是E開的 那其實先兵也是會那個啦 只是插在那隻死神 欸不是死神啊 槍兵 那當然那個VF的一個速度啊 還有之後的一個科技速度是有贏的 所以大多是都會選擇先瓦斯 好這邊來看一下窗方的一個開局 MASA這邊齁 就如剛剛TAP所講的是 先逼贏在瓦斯的一個死神開 BAMO這邊選擇裸霜 那去看MASA3 想要打那個大量船兵喔 不然這個開局就沒有特別強 不然就是他要數三開 只有這樣就選擇 對 要不然如果這個還要走火車的話 其實timing點會整體比先瓦斯開要來的滿 後面接一隻槍兵 MASA還是走一一的開局喔 那來看一下是不是打算要走一個速三 先操作一下 雷蒙這邊把被打的異化蟲往後拉 MASA 好 掉一隻 現在有他速三開喔 對 速三喔 MASA的三基地是直接放在主礦 把他這樣開完全沒道理喔 現在就要看 過分一點的 直接瓦斯再放下去 哇 這異化蟲包得非常漂亮 剛一直線直接衝到死神的正後方 哇 哇 哈哈哈哈 MASA這邊也是貪的啦 就是硬要去點那個蟲他也有 所以那個死神沒有第一時間跑掉 我也是拿他已經點了 他已經前面已經點了一顆了 第一顆點掉我覺得就夠強了 而且火車已經接出來了 可以繼續去控補 好 在雷蒙這邊把厚蟲先拉出來二況的高地 防止火車衝上來 來 來 哇 在包 MASA這邊 火車一個回頭 不過這個回頭就走不掉了 這一波 這一波火車沒有空的 沒有空的 他應該 他其實應該是要被解掉的 對 其實剛剛那一邊 我們當然這邊就結果來講啦 雷蒙這邊要包上去 其實MASA這邊硬走 硬衝 然後稍微甩一下 其實至少三排走掉以上 不過其實沒什麼差 反正MASA前面這麼好 他這個開局已經偷到比了 現在圍巾出來先親視野 他直接偷到比 然後 等一下 中期第一波打過去 已經很兇 好 來 MASA這邊 打陣快要完成 現在開始提戰一攻一防 雷蒙這邊 六瓦全開喔 雷蒙這邊六瓦全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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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一定知道 這個一定知道是三開啦 然後那個門口 就很明顯 因為你不可能 打到這個時間 你門口補給站長那個樣子 一定是把 一定是 人口一定是用其他方式 蓋在家裡面 唯一的選項就只有主導 是 沒有錯 就門口的那個補給站其實是有點少 這邊放下螺旋塔 那四礦跟五基地也是同時放下去 這個新造型的醫療艇在飛行的時候 後面拉的那個 光速很帥 你的戰士和敵人開戰了 這邊 MASA要進行個兩船命的空投 這邊兩船 這邊四眼沒開到 這邊丟下來可以甩一點狗 看雷蒙有沒有先 有沒有提早變一點毒到手 看起來了 雷蒙這邊 好異化衝往回衝了 這邊可以操作 這個人類是完全打的 你先擠進去 卡著就好 對但是 雷蒙這邊先點醫療艇 但是 一化衝被消耗光了 哇 這兩船的傷害 是 是否有點大 我怎麼覺得這兩船 很煩 很煩 因為正常來講 這個地方你如果 視野是先開好的 這兩船丟下來 就沒什麼意思 但是剛剛視野被 被王蟲清掉 所以才會變成這個 被圍巾清掉 被圍巾清掉 哇 這個 這兩船換掉了 雷蒙一大堆的一個部隊 那 到現在都還沒有解決掉 現在一點 剩三隻槍兵 再起來 那 剛剛家裡又載了兩船出來 所以這一船的三隻 是要先把雷蒙的部隊調離 準化 那等一下這兩船再接著投進來 好 飛檔出來了 但是 MASA兩船兵 快到雷蒙家的同時 又從家裡再運了兩船出來 那飛行的方向是 朝著雷蒙的閃光 哇 這不太明顯 有點慘 因為 最主要是雷蒙剛按了一波飛檔 對 然後現在狼狼被點掉 好 位置卡好 然後施放就打下去 對 這一邊 雷蒙 扛不住喔 直接打出了 GG 這邊由 MASA率先拿下第一分 1-0的領先 這一場的話其實 我們可以看出來 滿大的一個關鍵在於 那兩船沒有第一時間被看到 那這樣子的話 由於MASA這邊 他是有出圍禁在親四眼 那這樣子的話 他們你覺得如果 今天一個對手 一個人類 他使用這種方式 親你的死 那你要怎麼樣防止這兩船 會這樣子直接投進你的主控 沒有啊 這兩船 這兩船投進主控是 他如果被親了 一定是會投進主控 但是那邊 剛剛那邊 他狗不夠 就不應該直接上 那個是一定會投進去的 他親你四眼 本來就是這樣子 但是你 你被投了之後 你要怎麼防守 那就是 那就是你剛下的決定 他剛剛狗不夠 直接A上去 他被 被親完第一波後 從死光 這就是正常 正常會發生的事情 因為其實像 剛剛可以看到的是 像 一開始他在投的時候 你就有講說 雷蒙有沒有先變毒暴 那由於沒有先變毒暴 那由於沒有先變毒暴 情況底下 部隊分開上 就會變成是被 分開擊破 那等那個 雷蒙的毒暴 好了 滾上來的時候 其實他前面的 翼化蟲跟後蟲其實都已經死了差不多 那我們現在馬上就來到了 雷蒙對上 MASA的第二回合 第二張地圖 一樣來到的是 衛城 在地圖右下方 藍色的 蟲族選手 是雷蒙 這地圖左上方 紅色的人類選手 則是MASA 這張地圖是由雷蒙選 再選同一張地圖 那這個比賽賽之規則 就像我剛剛講的 雙方各邊一張圖之後剩五張 那每張圖可以打兩次 那可以連續打 所以雷蒙這邊就再選了一次 未成 好這場雙方連點位都沒有換喔 還是維持跟上一場一模一樣的一個位置 那MASA這一場的一個開局呢 也跟上一場一樣 看一下雷蒙這一邊 會不會在細節的部分上 或者是在開局上做一些改變 應該正常來說應該是不會啦 反正現在蟲族 蟲族的目標 就是拖到後期 你只要拖到後期 你如果正常來說 你平常有在練 練幹蟲這些東西的話 打到後期 蟲族有點難處 對 前面就是盡量偷啦 因為MASA第一場打得那麼偷 你第二場沒道理 也沒道理去打一些 打一些很保守的東西 對沒錯 因為MASA這邊偷的話 其實牽壓一些進攻的手段 就會來的比較少 這邊雷蒙一樣 先把工兵藏在山礦的瓦斯旁邊 那MASA這邊使神上來晃一下 要抓到了 這邊應該會假裝走掉再折回來 不過抓到也還行啊 就是你蟲族就是 比如說先把該按的東西按一按 對沒什麼 對 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這一場MASA又是一個蘇山蓋喔 來這個王蟲 想死掉 這一場的蘇山蓋比上一場更多分 他這場是 這場是 他這場是 他這場是 他放過還沒有好就直接 沒有沒有沒有 他重點是他連VF都沒有放 還可以直接消 有有有 他有放 有啦有啦 有沒有啊 這樣應該是跟上一場一樣的 這樣應該是一樣的 哼哼哼 他是那種直接死神速三的那一種 可以啊 反正第一場都贏得這麼輕鬆 死神速三也不會很過分 然後後續一樣是再接 唉唷不過這一場 上一場MASA的槍兵有出這麼多嗎 現在兩隻現在出第三隻喔 他這個 他多按點槍兵 他後面放那個 他放一個 對 他融入核心喔 要飛彈群 這個就是抽到底啦 就跟前陣子都要哪一個 哪一個人類也是偷到底啊 呵呵呵 速三開然後還飛戰群的那種 哇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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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進來了 哇這個抑化從頭立大功啦 看到了核龍核心 這邊MASA還想演喔 在生那個女藥的隱形 看到是看到啊 但是 看 雷萌這邊 要怎麼選擇防守這個東西 因為 基本上 你 這個時間點看到 你還是多多少少 會被鬧 那你要怎麼把自己被鬧的東西 降到最低 對 因為你這個時間點看到 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馬上就跳什麼 浮飛出來 一定不可能 一定還是在浮飛出來 沒錯 而且現在戰巡已經在慘 對於 雷萌來講 現在是連二本都還沒有好 是連 螺旋打都還沒有放 所以不可能只有 飛來做防守 雷萌選擇的是 多爆一些後蟲 喔 MASA這邊 火車又像上一場一樣 衝進來 不過這一次 火車比較多 其實像這種狗一開始爆中一點點的 你就不應該去硬追那個火車 反正你就等他進來 你去卡他位置就好 這邊直接 直接後面要轉標車了 這瓦斯直接 直接踩到最多 對 兩個軍工場都放下去 是直接走一個機械化 其實我覺得 戰巡轉標車 是真的還蠻強的一個打法 主要是看你前面 還是要看你前面那個戰巡 有沒有拖到足夠的時間 對 因為你如果 沒有拖到足夠的時間 東西沒換好 等一下人家 等一下重複一波 蟑螂狗 蟑螂狗不怕其實還是有點強 這邊你可以看到 雷蒙在家裡被飛戰巡 同時有穿一波異化 走到MASA的家裡 這一波就鬧得很好 等一下這一波鬧好 然後這個戰巡 又沒轉到東西 直接反轉 看他要不要反轉一波什麼東西 直接A回去 第一波 第一波人類會比較難打 不過這邊MASA先出一點坦克 那這個有坦克的話 加力防守就 就會好很多 會比較穩健一點 那雷蒙這邊 則是放下螺旋塔 這個螺旋塔的估計又是 如果MASA這邊 持續在續戰巡的話 等一下是直接用 活化的飛蟲來接戰巡 這個戰巡就是進來找女後蟲 看到女後蟲射你一套就有去 每次進來點你一隻後蟲 這個真的就很高 這個會不會太過分了 他有瞬移啊 等到這裡 瞬移冷卻完 瞬移冷卻完 我想說這沒有 他是開這種維修 結果在修祖堡 這邊三本 三本直接下去 也行啦 等一下後面 看起來 有可能想要直接轉點那個 轉點飛蟲出來吧 這個時間是五三本的話 應該也的確是走一個飛蟲的路線 看一下 MASA這邊 我覺得 雷蒙這邊也要感覺到 因為正常來說如果標車其實剛剛 第一台戰巡鬧到一半 應該就好東西過來 地面就好其他東西過來 但是到現在到海綿 代表這個 這個機械的話 應該是一般的機械 一般的火車坦克 可能加雷神的那一種 這邊 雷蒙的補飛也出來了 瞬移剛剛好 這運氣也是不錯 最後一格寫 這是最後半格寫 他的瞬移是最後一秒才好 他如果再玩個半秒 他可能就隔平 所以他剛剛在抓這個最後一刻 剛好是抓在瞬移冷卻完成的瞬間 所以找到這邊 雷蒙選擇的是巨型螺旋塔 這邊要接走大龍 剛剛有看到三本 所以代表現在MASA 要開始做一些 做一些可以對空的東西 做一些可以對空的東西 這對金牌看到三本還蠻關鍵的 你看到的話 他繼續撒爆坦克 繼續撒爆坦克跟火車 等一下就是大龍直接平A管 就是那個 腐化飛鴻加大龍直接壓上去 直接無敵 不過這邊MASA的選擇是提升飛彈車 對重甲的一個傷害 那後面還是持續的再出坦克 他這個應該是先提著 反正現在有錢 有錢就哇 你科技就先按一按 人家隨時想要轉兵都可以 所以我覺得很開心 好 現在用坦克不斷的壓進 雷夢這邊直接選擇放棄四礦 工兵先拉重 反正五礦已經開起來了 工兵就是從四礦逃穿到五礦 因為對空把撫飛變成大龍 所以撫飛的數量就不夠了 這邊有點尷尬 技術王蟲出來了 可是沒有撫飛了 地面的後蟲幫忙打 可是後蟲打戰群打不動 想幫他拿一下撫飛拿一下 每一隻撫飛都像寶一樣 他後續接來第四台的一個戰群 哪一下哪一下 哇 這個 大龍腳是難過 守住應該是守住 但是錢也好玩 然後 撫飛死得差不多 接下來比較麻煩的是那個戰群劍 那個戰群劍他回去修一修 全部都滿血的 等一下再打一個 然後早安這邊 瓦斯不太夠 所以撫飛等一下應該一兩隻 兩隻兩隻在暗 不知道適不適得贏這個 適不適得贏這個戰群劍 而且現在 人類後續要出導彈車 等一下可以幫忙打一下 對 而且 飛彈車無論打擊聲望中 打腐化飛瞳都非常的痛 好 所以我們這一邊的四況掉了 但是武礦開起來 現在把武礦放四況再移 這一邊 MASA穿了一波火車過來 來,17隻,19隻 天啊,這個 這個繞了一波火車過來19隻公兵的一個警察 不過還行啊,重組還是有70幾樓 因為他現在也沒礦,所以暫時還可以趕快把礦排起來比較緊張 用在這個經濟疲法的一個同時,還有在準備獨暴蟲 要來防那個飆車 他現在變獨暴蟲沒EA,你要防飆車你變獨暴蟲 也沒什麼用,主要是他現在最大的問題不是要解決飆車 他現在最大的問題是要解決... 要先把那個戰巡解決 這個戰巡解決掉,那瓦斯萊布先拿來出幾隻感程 定住戰巡回不去 你只要吃到一波,你的空軍贏了,後續就不一樣 這一波過來你沒有感受,他就轟一幾套,我就回家了 對,因為戰巡用這種方式換戰損是非常非常賺 他一發大火炮直接轟掉你一直撫飛 然後轟完之後再飛回去 等於是他只有維修費而已 他有幾台戰巡你就直接損失幾隻 這樣換真的不是辦法 這邊看起來雷蒙是打算直接用神經濟生喔 可是其實神經濟生在戰巡需要太多的一個情況底下成效會不太好 還好,是還好啦,因為你真的很多的時候有時候也是要靠神經濟生打 這東西是一定要進的 主要是看這個人類在進攻的時候有沒有丟掃苗去掃他戰巡限附近的地 有沒有被偷買乾淨 主要是這個啦,他如果沒掃你一個神經濟生一按下去 把他順到你的伏飛區裡面,他的戰巡就走不見了 這走不掉了 這個飆車直接被狗包,但是後面的戰狼上來 掩護飛翔車離開,但是上方的戰巡 再次來到了雷蒙的五況 他這邊邊對是不是邊四台戰巡 好,這個激生王蟲解掉下方的飆車跟坎克部隊 這邊一個... 這邊直接地圖 這邊直接地圖 如果他的... 他的感染蟲沒有提MIT五血喔 沒關係,來 這邊... 雷蒙還是打出了GG 他剛剛如果... 他剛剛如果... 他剛剛如果埋地找就好了 他蹲過去... 然後直接... 直接... 直接... 全部... 全部神經濟生過來 可能有點搞... 可能有點搞得多啦 最後那一波真的還蠻可惜的 那主要還是他輔飛的數量本來就不太... 不太夠 所以... 你只要... 你只要一個感染蟲的空好 像剛剛那種... 像剛剛那種直接走過去定的 其實... 其實感染蟲... 其實對面看到就... 就直接賞你到了 反正你那個輔飛的數量也不夠 你定我... 我反而就不用走啦 因為你反而就擋不贏 對... 通常那種輔飛看到戰巡先定是避免他先跑掉 那... 定完之後... 可能就... 盾地的狀況下就直接去... 剛剛的話... 看起來似乎在最後那一刻... 雷蒙的一個盾地是沒有完成的 所以他的... 感染蟲全部都是用爬的 都在陸地上爬 那... 甚至在最後交戰的時候 還可以看到的是... 其實聯盟這邊的一個... 腐化飛蟲數量真的是一直續不起來 不斷的被戰巡消耗的情況下 那... 甚至戰巡是頂著... 頂著那個... 對... 感染蟲齁 再坑... 撲飛硬打 其實戰巡如果續起來齁 那蟲族這邊的經濟受傷的情況下 也真的不知道怎麼去解這個東西 就是... 龜啊.. 龜感染蟲啊 恩... 因為你... 因為你那時候瓦斯應該是含有啦 你就慢慢歸一個框慢慢開 可是你剛才從歸起來 如果這個人類今天只去暫尋 那他就會變廢物 他還是一定要轉回去軌直 不然他那個真面一輩子打不贏 好那我們現在比賽來到雷蒙對上MASA的第三回合 地圖是在休眠者之境 地圖右上方藍色的充足選手是雷蒙 地圖左下方 紅色的人類選手 則是目前已經2比0領先的MASA 這一場MASA直接野兵贏了 2BB野下去 野起來 看到是看到啦 但是他只看到一個 看到一個他會以為只是野死神而已 對這邊只看到一個而已 他還在看 他就覺得不可能只有一個 有另外一個在後面 但是這個確實應該是死神 他應該這個是先出槍兵啦 出了好像幾隻吧 然後後面轉死神 前陣子 半年前吧 半年前常規在打的東西 不是半年前 幾個月前 常規在打的東西 他這邊只挖了5塊錢 那也沒有挖穿 不過其實看起來槍兵從上面走過來 跟從下面走過來 感覺路程沒有長 是還好啦 反正 這個東西他前面牆壁出出 後面有可能就直接轉死神 這個牆壁就直接 就直接放在這裡 而且重出 不過早安這場反應變比較不一樣 他那個 他沒有第一時間聽完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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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誤判的結果嗎 沒有啊 他就覺得 他只是覺得 雕寶蓋起來他不想打而已 哦 好 那這樣子的話 這一場 就是一個2分半 直接由MASA拿下的第三分勝利 那我們這邊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繼續為各位帶回第四場 我可以試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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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各位回到星圖哦 那在Lemon对上MASA的一个对决 目前已经打了三回合 目前是由MASA 3比0暂时领先哦 那我们今天的比赛是一个BO9 所以... 935胜至人MASA这边距离胜负只差2分 那Lemon这边要赢的话 还势必要再加油哦 多要一口气拿个5分啊 那前面三场呢 已经打了两场的未成 跟一场秋眠者之气 那再来看一下第四回合 双方的一个对战内容 其实到目前为止看来的话 MASA他前两场是打得比较偷哦 那第三场的话就选择了一个 野兵营的一个打法 第三场就变 野兵营的变息吧 然后后面可能知道 接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东西 但是... 老实讲还没有到可以跳的程度啊 嗯 对 那MASA这边也是... 碉堡盖下去 那甚至是他... 枪兵出完之后 其实后续什么也都还没有转到一个情况以下 那雷蒙刚那一场就打出了GG 好 那我们现在比赛马上 来到雷蒙对上MASA的第四回合 第四回合地图再次来到了休眠者之气 在地图的右上方蓝色的 虫族选手是雷蒙 地图左下方 红色的人类选手则是目前3比0领先的MASA 每一次都丢掉不遜 XXX SAR 这一场MASA就是并已经直接放嘉丽喔 MASA就是并已经直接放嘉丽喔 JUSH 直接放嘉丽 看他后面 这一张图其实也算很... 也算...也算蛮大的 他矿其实蛮多的 所以這張如果真的打到後期 我覺得應該還蠻好看 這張這組的特色是他 正下方二礦正下方 應該說左邊二礦 這邊有個高 高能量瓦斯 這個地方其實是可以 算是一個可以利用的點 因為其實我是覺得到兩邊的距離 差不多 甚至下面那個礦的前面的口 稍微再寬廣一點 所以不一定要 往下直直開下去也可以選擇正面的 我覺得都是一個選擇 然後你重組在 早期有這麼多瓦斯的情況下你就可以 做一些比較特別的事情 可是這一點這邊來講的話他有一個 有一個點需要注意的就是你說下面有一個 高產量瓦斯 可是他只有一個瓦斯 他那個瓦斯 他只有一個瓦斯 他只有一個瓦斯啊 但是你早期你踩那麼多瓦斯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你前期你手上握了這麼多瓦斯在手上 你如果去打了一個什麼蟑螂一波 你就可以變一堆 你結尾獸量就是比平常多 你如果瓦斯是直接開在這邊 對 好 這邊 弓兵一隻換一隻喔 不過 MASA這邊是死人怪的味道 這個 你還要再開出三框 然後這個死神祥就擋 這個 這個其實有點過分 這個工兵這個時間點在死神面前直接走出來 其實 騙過分 不過那邊算衝 有 這個繞了兩隻優化蟲過來 行喔 還可以再卡一下 小心一下 其實我覺得工兵剛不需要那個啦 這邊MASA重做 反而覺得這隻工兵差一點點 蓋下去可以 MASA這邊操作都 看起來一直都很好 這個死神 一直一直維持那個血量去偷點的東西 我覺得他炸彈丟的蠻好的 對 都有效的去干擾後蟲的一個走位 Lemon這邊早期出來的一些優化蟲 再到前線 做一下增長 這場MASA又是一個速三開喔 赫龍二赫已經下去了又要飛戰群 主要是這張地圖夠不大 所以你今天真的 真的戰群出來了 充足想打你一波也沒那麼簡單 有道理 反正戰群到對方家就只要 兩三秒的一個瞬移時間了 我家裡就盡量拖啊 這地圖這麼大 而且 等一下人類一眼不合 他真的去給你開那個正面那個高能量那個 那個高能量的瓦斯爆 那個地方等一下 就不用像 就不用像前面機場那個衛城 他還要一次蓋兩個瓦斯 去蓋一個就好了 他一樣有 一樣的瓦斯 瓦斯的手藝 那其他 其他的農民全部拿去採光 他山礦的經濟 就會比那個時候再更好 對 對 應該說上一個 另外一張地圖有這個東西的 是那個雷鳥 但是雷鳥的那個礦就根本就沒有人會開啊 那個地圖中間 地圖中間的礦根本開不起來 這張圖狀況就不一樣 就在自己家裡下面 對 這個 那這個 這個地方你只要開起來 前期就有很多戰術 你原本不能用的戰術 你可能都可以用 對沒錯 因為這張圖中石 我們今天就先假設那個 那個礦是四礦 雙方這個四礦的距離來講 其實也是 沒有雷鳥的那個 那個 那個礦喔 距離對方的四礦要來得那麼遠 這張是來得遠 比較遠 所以 人類是可以考慮把自己的一個四礦搞下台 好這邊 MASA的戰巡快出來了 出來就順了 哇這邊 雷猛的這個包子塔 他這個完全全就是被他第一隻一起去 一起去網文騙到 他看他那個 VS根本沒掛掛劍 所以他覺得 就算有 通軍過來也是解放 所以他那個 招打插法就是在同解放 對沒錯 那 其實因為你走速戰群的這個打法 你的VS的 科技實驗是不用那麼早 因為科技實驗是完成的時間 跟荷蓉和核心差很多 所以 不需要太早掛掛劍 也是因為這樣子造成了雷猛上面 判斷上的一個錯誤 這一波戰群 剛看是九字的一個弓兵 想要是還有他前面 又按了那個圍巾 然後又看到你三凱 覺得你應該 不太可能是戰群 然後就直接 就直接家裡 去守那個解放者 好 戰群大河砲完成喔 劍來先轉一隻後甩 這邊就直接轉 直接轉轉飆車了 轉飆車 他覺得前面 這戰群轉的東西 夠了 他想要打一些比較壓制的東西 對現在第二台戰群也進來了 現在第二台戰群也進來了 因為早安這邊有夠偷 他直接跳三 直接跳這個三分 這個等一下有可能 這個等一下是有可能 是有可能直接被這邊一波地勢 現在大量火車 擠壓上來 警報衝要滾 火車開始跑 這邊拉一台火車當趕死隊友 直接衝到主報 這個正面 後面出來的全部都是狗 火車還很多 雖然沒有燃火 但是燒這個狗 已經足夠了 好不過後續還有再接更多的一個異化蟲 這邊看起來MASA在火車的一個操作上其實真的沒有說非常的 細緻 我主要這一波換完 人類還是很多 因為 因為他的那個 等一下正面是過來 你還是以那個狗為主的部隊 這標車就沒有很大 現在這個戰群這樣一直進來賺後蟲 非常難受啊 掉了十隻的弓兵 不過雷蒙這邊早就已經先把弓兵的數量都拉起來了 又 在眼皮底下再飛一台戰群 現在 最主要是早在這邊想轉大龍 但是問題是 這個戰群他現在根本沒辦法解決 大龍出來又會發生跟剛剛一樣的事情 對 撫飛數量不夠 那這邊就撐 就撐那個還沒有變 大龍的時候 這多點以來戰 飛艦車來就加了 這個飛艦車鎖這個撫飛是超級怪的 一把掃描 光光 基本上 你用這種掃描然後再持續追蹤過去就是你飛艦車幾台就掉進這個 然後現在最後一個很大的問題是打不贏 打不贏這個地面 對 對 現在有蟑螂出來 可是飛艦車打蟑螂也是很痛 很痛啊但是會被操作 你沒有東西可以去限制那個飛艦車的出去 沒有限制他的走位 他就一直拉你的蟑螂 對 對 對 哇那個飛艦隊又在最後 那個戰巡又在最後一個飛走 MASA這邊他竟然沒有考慮去頂那個正面的礦 那邊明明就有一個 明明就有一個 可以瞬間讓你 提升瓦斯量的東西 這個頂的超賺的啊 你那個瞬間瓦斯是滿出來的 反正你這個時間點 人類就是缺瓦斯 對 對 因為 礦羅砸一砸金礦就上來了 而且你基地這麼多你其實先開正面的你旁邊那個一定很快就可以開下來 沒錯 這邊山雷戰巡再 繞一下 這邊MASA是走了一個雙線喔 那下面這一線用飛彈車扛了一下毒爆的傷害 雷蒙這邊有事 也是有穿一波異化蟲到 MASA的 四況 7隻工兵 這邊這邊機身往中直接被飛彈車鎖 其實這邊人類 缺換戰巡 都缺換戰巡 反正他現在 他現在 很有錢 然後 你只要一直吃掉他的大龍 等一下你的戰巡 他一定會變更多大龍 然後腐背一定會多 接下來你的戰巡就要5 這邊 頭痛 對 不過他不敢深入啦 因為 掃描教的不夠徹底 他不知道到底 那邊有沒有開眼蟲 有沒有開眼蟲 對 好這邊的 飛彈車上來先壓一下重開 再清 好這邊 他終於 他終於開了正面的那個礦 這個礦 其實早就該開 其實我剛剛也覺得早安也可以開這個 因為 因為這個礦 你瓦斯一多 就有辦法出開眼蟲 開眼蟲出來 就不會被戰群鬧這個場 可是其實 雷萌他四況開 一直線 正下方那個也是 高能瓦斯 也是那個高層 對那邊有一個 但是以地形來說啦 我會比較喜歡 正常這個 正面這個我覺得比較 正面這個地形 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 冬天的時速 然後你要包夾也比較好 這邊 MASA的部隊整個是控制著幾乎整張地圖 對方加地圖中間 兩側都有 現在最大的問題還是這個戰群劍你沒有辦法限制他喔 他一定要 蟲族一定要有感染蟲 這個沒有感染蟲你用一網的 就是 就一直變成這個畫面 他就是戰群劍 繞邊邊過去 然後你輔飛去救 他就 賞你大火炮 換一換他就順便飛回去 對 正常操作下 一隻東西都不會死 然後你要死一堆輔 對 而且隨著戰群越來越多 他每次來你會損失越來越多 這邊 MOMON做了一個 對不起 雷猛做了一個包夾 但是 解不掉這些被戰身喔 最後雷猛這邊打出了 那這樣的話 MASA這邊就是 4比0 4比0已經進入了一個 聽牌的局 你覺得這一場 雷猛他輸最主要的一個關鍵點在從什麼地方 其實從一開始 被殺的那仙龍 就已經已經 第一台戰巡的時候 他第一台戰巡過來 死人的仙龍其實 那個地方 就已經是劣勢啦 但是 還可以打 但最主要是他沒有 他這幾場他太想要 跳大龍了 他如果不跳這些大龍 他是選擇 選擇先出 先出那個 先出感染蟲的話 可能會好一點 因為 因為那個 這個 這個人類的地面 他是出標測的 其實你張揚狗毒爆 你只要有張揚狗毒爆他不敢硬傷 是 那你 只要在好好的限制住 他的那個 限制住他的戰巡艦 基本上 再往後習擴張 就接下來要轉兵的 就是人類了 所以其實剛那個狀況的話 先出一些撫飛是可以 可是撫飛之後應該是 不需要太急著去跳 大龍不一定要拚啊 因為你 因為你跳大龍就有個問題啊 你機動性很差 你又追不到這個標程 然後你今天你又是要 你又是要防守的那一邊 那 你在家裡出了一堆大龍 他 他分兩線打你 你一定 你一定會有一線爆炸 對 好了 那我們現在來到了MASA對上雷夢的第五回合喔 那現在也是MASA的一個賽末點 目前是4.0聽牌 第五張地圖來到是雷鳥 在地圖左上方藍色的 同族選手是雷夢 在地圖右下方紅色的 人類選手 則是MASA 這邊 雷夢這邊的蝗蟲是先看了一下有沒有野兵 合理啦 這張地圖還是會 一定都會稍微先看一下 MASA真的是 要看還有什麼方法可以比剛剛更投 左雙啊 再來還可以 5R 左雙 5R 然後 兵銀再直接放三框 然後放第2個兵銀 對那的確 這樣他有可能第2個兵銀放下去之後 再接三框 要過分就過分到底 喔有瓦斯 不然把三框放在你的三框好了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選擇 呵呵 好 好 先透到底啦 看他要不要下一個碉堡 正常來講這樣開的人類 都會自己心虛先下一個交代 不過依照 喔這邊 NASA現在是 第2個 第3個兵銀放下去 唉唷 看到這個 看到這個裸霜 心裡一涼 還好自己是裸霜 呵呵呵 如果怕 怕那個野蔽選擇17滴就真的是 真的是爆拍了 接下來就是 6分鐘吧 人類應該有一波 人類會有一波帶醫療停的 帶醫療停的騷擾 應該還是 就先投兩傳 看那一波 基本上應該不太可能被繞到東西啦 比如說被輕輕存在 但是接下來 接下來就是 那個人類的後續 如果再推貨出來 衝突壓力會稍微大一點 因為人類早期激進 而且他三兵 槍兵會很多 對 而且最近的這次改版打聲的時間提早 所以看一下推進那波可能是一個 那個 槍兵打增加盾牌的一個時間 這邊一畫從傳進來 看到這麼多槍兵應該知道是一個羅比敵牌啦 因為基本上沒看到 看到這個數量不知道 還不知道 剛剛看的只有6隻 6隻有可能是你 沒有腳踏掛劍 對然後你一直按 是有這個 是會有這個數量 所以 所以這個 早安還沒辦法判斷 還沒辦法判斷對面到底是什麼感覺 對那現在 MASA這邊 打增已經完成了 開始在提升盾牌跟 升 兩傳一瞭 這也是過來的啦 他還在場 這邊還在場 看到你還沒刪開 早安這邊 就要開始放手了 他這邊按著狗 按著狗其實有點 有點太多了 我覺得他應該已經有一整批的狗已經準備好了 他按著其實有點多 但是 他知道只有兩傳的話 就是要趕快 再把自己的經濟補起來 對 那這邊 其實就手兩傳來講的確這些異化蟲的希望真的是有點多 好 這邊有集合點醫療器 好 這邊有集合點醫療器 這個醫療器怎麼會這樣 大放鬆就對了 正常來說 這兩船應該是要配合在後面這兩船 然後再同時打一個送鞋 而且在這個地方就不太應該被打掉 因為那邊從他又沒有補上 全部往後拉就好 基本上是一化蟲要包上來你就往後甩 水上斜坡他要包上來你就再走 看到後蟲過來就知道他要點擊療程 應該就是後蟲過來 就 就往後撤 現在 MASA這邊是重新撤動空頭 一船是要從上方進行空頭 兩船是從下方進行空頭 好 大家好 公平 喔 這個主礦這一船有沒有看到 看起來好像沒有 哇 好傷啊 卡著卡著 喔 不過這邊後蟲有戰 還好另外一線是 主礦這一邊看起來 有點慘啊 對 醫療停 加速加速加速 跑一下跑一下 沒有點到最後一刻 那不就好險這發鬼剛好炸出來 為什麼他這裏是行星藥散 你在給我開玩笑 他這個一定是暗錯 可能是行星藥散長的 在那個三礦那裡的話,不要騙我 你要叫他四礦星鬼五礦星鬼,他只有三礦行星奧賽 三礦行星奧賽就算了,這一張地圖的三礦行星奧賽真的是 當我沒打過星海就對了,這種地方變行星奧賽 我怕他一輩子都後不出一發 我過魁變這個行星奧賽,直接限少了一個主導的礦物 對 而且早期的這個主導的話 那個礦羅的經濟都還在人人流程裡面 我不得不說MASA的生化,節奏打得還不錯 還是有一些PIN的問題 所以他的ELP沒有控的問題 這邊兩個傳了一個進攻 四光再開出來 這個開控的節奏很快 再起來也可以 對,下來先點一些毒爆,然後再一次 但是接下來MASA就要小心了 因為充足的飛躺出來了 對,飛躺出來了 如果你一個不注意,不小心送太多 就可以正面一波會走回去 這邊想偷滾 沒反應 這個主導是沒反應 對 對 沒點到毒爆,你不要騙我了 點到一顆而已 點到一顆而已 有點到一顆 你一定是想要點了,結果沒點到 但是這個正面槍斃很多 直接頂上去 可是這一邊的 出化動很多 但毒爆數量並沒有很多 有人後面 哇,沒有散 這個 這應該是PIN的問題吧 剛剛散的時間稍微慢了一點點 哇 哇 這邊 就是兩傳兵再下來要點這個礦 這房子點掉了 但是雷夢的一個 飛躺喔 是來到RMASA這個山礦 這個情形要賽 情形要賽的房子比星鬼要來的高 所以你要點掉這個山礦也是非常困難 好 覺得非常在主礦跟山礦之間來回穿梭 好 趕緊在空投進來到 雷夢的主礦 別鬧起來 唉唷 覺得這場應該沒什麼問題 欸,嗯 喔喔喔喔 好險 他那個醫療品是誘餌喔 那誘餌很明顯 來,選我喔 好 好 欸 搞什麼,這個正面真的給我頂一個星鬼行程 呵呵呵呵 他為了要把少掉的礦羅補回來 所以正面是飛星鬼 三框就放血清妖戰 好 非常賺了一波之後 正面的狗毒要上了 說是說狗毒啊 事實上幾乎都是狗 主要是量夠啦 前面非常鬧帶多東西 好,這邊MASA打出了 啾啾 這邊恭喜 雷夢搬回一城 至少不是被5比0 然後現在4比1 4比1 4比1是由MASA這邊 保持聽牌 還是他 一開始 第一波的涼蟲兵掉了 嗯 涼蟲兵 就是一個完全不應該掉的東西 對 那個掉差很多 因為 記得剛剛MASA投在 雷夢組框那一船 如果你那兩船沒有掉的話 你上面投進去的是三船 那那個傷害就完全不是長這個樣子 不一定是三船 主要是 他可以打一個雙線 打一個雙線 重塑前面 如果太多 兵不夠 就很容易被打傷 那我們這邊緊接著就要來看一下 MASA對三 雷夢的第六回合 不夠 不過其實看得出來MASA在上一場的一個 痾 失誤看起來是蠻多的啦 失誤看起來是蠻多的啦 就 可能覺得 國際第一吧 讓一分 是 不要直接把雷夢冠清掉 好 那我們現在 比賽來到了MASA對上雷夢的第六回合 地圖是在 血戰Disco 在地圖左上方 藍色的蟲族選手 是雷夢 在地圖右下方 紅色的人類選手 是目前4比1 金金牌的MASA 一眼肉 也三眼肉 噢 噢 阿爺這個地方 早上剛好 沒有尋到 沒有尋到 好像不會尋到 看這個蝗蟲的路線 照顧前 蝗蟲的軌跡是不會 那會不會看他突然一個 沒有啊 他這個 他這個華麗轉身看起來是不會的 這個 這個轉身的地方 唉唷 看來如果他 放在那個上面 第三個兵你就可以被看到了 看一下看一下 唉唷 唉唷 有沒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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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衰了吧 還沒還沒還差一點點 喔看到了看到了 看到了看到了 看到了 三個 哇看到三兵贏了 就懂啦 但是 裸霜有點難受 他已經裸下去了 這個時候就要看 看早安這邊 決定怎麼守 有可能直接 有可能二礦就放著 放著就給你打了 然後 家裡 石頭主礦出蟑螂吧 因為這種野山兵贏的 你掉一個二礦是能接受的 對 對 他要直接守 他要硬守 他要硬守 我把他卡住 第一時間卡 不好意思工兵 哇 這邊拿更多的工兵出來決戰 哇 你要拿一隻龍 這個操作 往後甩 哇 他沒有拉一隻龍 先去點那個二礦碉堡那個 對 這樣子的話前面這個碉堡 還持續在蓋喔 不過 好消息是 MASA另外兩隻龍都掉了 所以他就剩這一隻 這個只要沒蓋起來就剩下 對 看起來現在應該守住 沒有太大的問題 對 而且是沒掉礦了喔 好 那接下來下一個主動 就是人類會把農民拖出來了 等一下 看MASA會不會把農民拖出來 直接打一個 早安就在看這個東西喔 那現在那隻王蟲 飛到你家 看一下你有沒有偷偷農 這個看 一半的農 開玩笑 那這時候就是再下更多地址 對 一根不知道 一根不知道 因為槍兵其實有點 槍兵會蠻多的 所以 這個 還是要看等一下 多一點地是比較保險 看有沒有錢 看他有沒有錢在多差一根 他瓦斯還在 他是不是還有在偷彩瓦斯啊 沒有啦 這一波 守住 要守 守住 應該沒有太好 你卡 位置先卡 對 但是這個位置 一馬層出來的 哇這個點有點差 但是兩根地是 現在看一下 槍兵上來要點 哇這個要頂穿了嗎 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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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這個地是很坦喔 可以 還在接 還在接 在狗 哇 幾次威武啊 但是 人類現在是還有錢 可以繼續按槍兵 所以 剛剛這一波 掉的東西 人類是還可以再拉一坨出來 你看他後面 就有一坨了 美妙的槍兵 這個叫 3BB 2坨 他這波 喔 呵呵 又來了 這一波壓力又會更大 因為少得一隻後蟲 而且沒有能量 看一下 最後一波了 欸 你分兩邊怎樣 天女上喔 你在跟我開玩笑嗎 最後一波了走上去 不過雷毛這邊看起來也是準備就緒了喔 阿狗很多,而且他這次是分兩邊三號,這次上去的陣型 來,你上去 好,這邊先打異化蟲,可是 喔,然後直接... 第一次往裡面走 可是這個槍兵已經所剩無幾了 點攻兵,點攻兵 共同搭配攻兵 往前A,這邊剩三隻槍兵 PASSA打出了,啾啾 唷... Lemon這邊,再下一撐 目前四比二 由MASA這邊先 這一場的話,其實 MASA的一個,野山兵贏的是剛好被Lemon給看到了 那Lemon這邊 也適時的做出應對 是漂亮的手術的這一局 主要還是有一隻農在上血拖的瞬間被咬到殘血 那隻農殘血有點困 不然就算第一隻掉了 那個碉堡如果他有一隻攻兵的話是有機會把他補完的 他硬蓋其實應該是有機會 好那我們這邊稍坐一下休息 待會繼續各位帶回MASA隊長雷蒙的比賽 MASA隊長雷蒙的比賽 THE up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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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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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也兩回 看早安的反應 而且他也在一模一樣的地方 他是把人當白癡對不對 完全一模一樣的位置 那只是從三個兵移變成兩個兵移 要看到囉 看下去 好這個王蟲 喔有看到 一個 兩個 這個連盟一定覺得你把我當棒槌啊 同一個位置也兩次 喔這次也死神 也算一個變招啦 那現在就會有個問題 就是 雷某有沒有採氣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關鍵 你看他不採了 那接下來這個也死神就做效力了 因為他現在的手法就是在手裡出槍 但是已遇到死神還倒可以 對可以看到這邊又拖出工兵來喔 那MASA這邊等一下死神過來的時候 是可以 可以 以擋擺的喔 一個打全部的工兵 完蛋 看到死神 喔 看到死神臉都綠了喔 因為 一化蟲雖然是按下去了 可是 瓦斯現在才恢復嗎 喔不瓦斯還沒有恢復 可以甩掉啦 好 一化蟲出來了 可是死神的數量也慢慢蓄了上來 沒有 這雕寶不是重點喔 那雕寶不是拿來吸泡火的 吸泡火加開自己而已 好 我們向後甩 來 我看你沒告訴怎麼死我這個東西 對 現在死神的機動性是完全高於 厚蟲跟這些沒有提出的異化蟲喔 死神這邊不斷的甩 一點一點一點 哇 這個厚蟲 這個厚蟲 這樣頂著打的喔 跳跳跳 哇 你在跟我開玩笑 感覺有兩隻死神是有點白送的 好 我們來操作 剛兩隻沒死這裡就屌滅了 對 所以是直接屌滅 哇這個死神這樣進來有點照鏡喔 把自己逼到死路 想要甩出去 然後 MASA是來鬧的吧 但是現在還是有個問題阿 重燭喔 25隻 而且三礦還短時間還開不出去 重燭剛是19阿 25是MASA的 沒有 因為他後面 他25隻是我連串他在軟裡的 喔 你剛好去看他生產中 那 MASA這邊兩個兵營喔 是已經停產死神了一個飄回家 那另外一個是要去生產 好啦 接下來 combo要來了 這個火車 看他會不會蓋VA喔 或者是他就存 直接投你的 這個主況 4代火車進去營燒就可以 因為這個時候重燭一定會想要把狗 往外放 就要看 有沒有意識到這件事情 等一下這個狗上去 好 一號停出來了 現在火車數量是3排喔 好 好 這個一號叢 並沒有被抓到 好 這邊4台火車喔 要去做空頭 帶起來 帶起來 好 MASA的一個兵營是去干擾了 NEMON的山礦 但NEMON是把山礦直接開在下方 這一路上 如果沒有被看到的話 感覺這個火車又要重傷 應該是看不到 就一定要下來 邊邊這裡 然後他還找一個黑黑的地方 對 完蛋 還沒有反應 哇 爆開啦 哇 一條線 嗚呼 再起來再起來 我還好啦第一燒只有一隻 這樣是九隻 哇 九隻有點多 好 現在這個局面 有點難打 而且他後面又再出那個傳說中的戰巡間 但是現在有一個契機 就是 早上這邊要打一波 他這一波 如果直接進去了 遊戲可能就結束了 但是要看MASA也就反了 可是我覺得這個一波也很吃運氣 就是你那個蟑螂頂過去的時間 剛好是他戰巡瞬尼要你家的時候 你不一定要瞬尼啊 真的之前打上去 你說出來之前嗎 因為這樣地圖片打 剛剛稍早的時候沒有錯過 所以從頭到一波的話 距離來就是比較遠 流出去 那現在就是 互相傷害 現在就是 看誰互相傷害得到厲害 等一下有可能 直接 直接二況飛起來 然後 他是不是看到了什麼東西 剛剛我已經有看到他這一坨路 對 那你回來了 有看到邊邊 這樣的話 戰巡快出來了 多戰巡 好 戰巡出來了 農民全部拉回主況 二況比較熟 農民全部回主況 戰巡先點結尾獸 好 還行 卡雷這個口很聰明喔 這個口可以吃很多很多的口 對 那這邊 那再來就是 戰巡去解決這個蟑螂的東西 解決一階尾獸 好 真的是一台戰巡整救天下啊 好 這邊 雷猛的一波沒有打下來的情況底下 打除了 聚聚 這邊就恭喜 比MASA喔 是以5比2的成績擊敗的雷猛 拿下了 本週星圖的一個勝利 只有這一場 沒辦法 被騙到了 真的是被騙到 因為 正常來說 正常來說 看到那個東西 你一定是反應出牆壁 你不賴可能 不賴可能反應他會出死 對 這個 就是通常你看到野兵營 一般你的感覺就是 就是槍兵嘛 只是看兩個或三個的一個差別 那這一邊的話 由於 MASA是直接野了一個死神 縱使他死神的操作 在這一場來講 沒有說非常的好 可是由於是在戰術上的一個課指導 那 雷猛這邊沒有一個有效的方法 可以去 去解決掉那些死神 導致於早期的一個經濟太虧 那後面的話 又被火車再燒了90的攻兵 經濟真的是一個 雪上加霜的一個局 然後後面 決定反打一波 但是剛好 MASA這邊的戰群突然 直接把這一波給守下來 主要還是MASA的 選擇很正確 他知道 縮回去煮礦 所以他是最有利 因為 一當狗去走那個窄口 火車一串就是一整坨 沒錯 他如果是在下面打 還不見得說 沒錯 可是他上來幾乎是無收 對 就是最後的那個開戰點 其實也選得非常的好 讓火車可以輸出滿滿 好了 那我們今天星圖的一個比賽 大致上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了 那我們這邊還是要特別跟大家宣導一下 我們星圖的這個比賽 其實是一個募資的比賽 就是為了要贊助我們現在 還持續在為星海努力打拚的選手們 能夠讓他們有一些穩定的收入 並且可以跟一些 國外邀請來的選手做練習 那所以我們這一邊呢 就有提出了一系列的一些方案 那贊助這個方案呢 也是能夠贊助到我們 藍兔電子競技工作室這一邊 那也讓大家這些辛苦的同仁們 能有一些微薄的薪水能夠吃好一點 那當然我們這邊的許多方案裡面呢 你可以選擇適合你一個能夠 能夠負擔的一個方案來進行支持 那當然有Rex跟NICE兩個人是 的那個專屬支持方案 如果你特別支持某位選手的話 也是可以選擇這類型的方案 好那我們今天星圖大概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我們下次的比賽呢 是在9月11號 那9月11號我們台灣選手這邊是Expect 那至於邀請的選手呢 目前還不確定 那至於要第一時間知道資訊的話呢 還請持續的Follow我們的 我們工作室的一個粉絲團 那還有Discord的部分 OK 那我們今天的比賽就到這邊 要告一個段落 這一次再次恭喜MASA是拿下了勝利 大家希望今天晚上是看得還可以接受啦 不能說看得愉快喔 好那我們這邊就到這邊要結束囉 我是今天的主播Ossiris 我是賽兵快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大家晚安再見 掰掰 掰掰 計劉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